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2021年美国本来可以通过谈判 避免阿富汗战争的发生 当时的美国无论在国力军事力量 多延远地超过塔利班 剿灭塔利班等于是杀鸡用牛刀 美国自认稳超胜算 另外在战略上 美国认为阿富汗的地理位置 是中国的祸焰 侵占阿富汗 等于在中国的背后插上一把刀 因此美国季节谈判 启动了一场 奄奄超出美国意气的战争 等到川普政府与塔利班 达成协议的时候 美国才发现 已经被这一场战争搞得精疲力戒 即使宣布要从阿富汗撤巾 美国的手上根本没有筹码可以谈 苏联自1979年到1988年 总共9元的时间 攻打阿富汗 最后的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并且让苏联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 导致苏联的解体 美业包含美国在内总共30国 美国是带头大哥 入侵阿富汗20年年 应用优势的装备 依然剿灭不了人数只有7万人的塔利班 如今塔利班重新执政 美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被彻底的铲除 不同前苏联一样 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 美国富比斯报导指出 20年花了2兆美元 经费的开支平均每一天3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天价的账单还没有到来 这份天价的账单 美国的布朗大协研究已经公布出来 这2兆美元美国是靠挤债印钞而来 目前无力偿还 已经支付的利息是5,330亿美元 铁底的资料指出 到了2050年光阿富汗战争所要支付的利息 高达6.5兆美元 人数只有7万人的塔利班 竟能成功的让美国陷入的战争财务陷阱 令美国痛苦的是 未来30年美国要分级复返 偿还本息 如果换成一般的国家 早就跟苏联一样解体 美国比较庆幸的是 他可以疯狂的印钞 让世界输出货币 尽管如此 依然使美国陷入 挤债度日的窘境 美国当初设想 侵占阿富汗包围中国 战争的结果演变成成 美国被高额的债务所包围 这个结果让美国死掉未及 美国在阿富汗可以说花下血本 二十年来为阿富汗前政府的武器 装备跟人员的赔信 投入高达830亿美元 应用全套的美式装备跟美式赔信 希望能打造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 美国培养的这支部队 人数高达30万人以上 2021年5月份 塔利班前面进攻之后 高汎的政务军纷纷向塔利班投降 塔利班缴获了大批美式的装备 包含昂贵的直升机 如今的塔利班军队改头换面 使用缴获了美式装备之后 调身一变成为现代化的军队 并美国尴尬的是 美国先前在阿富汗所有的金色投资 如今变成塔利班反美的支援 相对于中国2021年9月8日 北京宣布将向阿富汗提供价值 约2亿人民币的救援物资 包括粮食、药物、疫苗和意涵的物资等 北京同时要求塔利班 以一切的极端恐怖组织划清阶线 并且禁毒 塔利班需要中国经济的支持 因此北京对于塔利班的政策 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媒体指出 这将使中国能够在阿富汗获得足够的经济 跟政治的优势 媒体报导进一步指出 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的改善 首先会确保阿富汗境内没有针对中国的恐怖组织 其次2007年中国企业就获得阿富汗经济 高达28.3亿美元的铜矿开采钱 这对于中国继续发展一带一路的政策 非常的重要 因为阿富汗有地理优势 中国有经济优势 塔利班既已摆脱经济上的困境 未来会加入中巴经济阻浪 美国沿用前苏年攻占阿富汗的方式 围剿塔利班20年 塔利班成功的让美国往后30年 要致富这场战争的高额奔席 美国也成就了塔利班加入中巴经济阻浪的迫切性 中巴经济阻浪一旦建设完成 会扩宽输掉中国与中东跟非洲的贸易路线 为中国西部内陆地域打开一条新的贸易路线 并且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美国一直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债务外交 美国似乎忘记 疯狂的印钞以零为货 会不会是另一场2008年的金融风暴 美国在疫情之后 疯狂的三轮大印钞 国会先后通过2.2兆美元 9000亿美元和1.9兆美元的输公案 总共是5兆美元 5兆美元的账面线都是靠借款 发行国债 因此川普拜登两位总统 直接把国债的赤字 从24兆美元推高到逼近30兆美元 媒体报导指出 全球市场流通的美元 有五分之一都是2020年印出来的 美国这么大规模的印钞 难道真的不怕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吗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 2020年年准费印钞规模达到3.2兆美元 但是美国股市市值增加了6.6兆美元 也就是说资金推升的资产价格 资产泡沫可能比通货膨胀更值得投资人的关注 此外美国与一般国家不同 一般国家如果政府疯狂的印钞 只会祸害本国的国民营 因为多印出来的钞票只能在本国流通 不会流通到外国去 但是美元不同 它是世界货币 在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东西 因此美国疯狂的印钞 再花给本国的人民和企业 就可以让本国的人民和企业 缩割全世界的财富 但是美国的疯狂印钞并不是没有代价 最明显的就是美元的长期左落 美国国内的物价指数 平创新高 美国11页的CPI飙升了6.8% 达到1982年以来最大的增幅 有媒体报导指出 美国为了缓和国内的通货膨胀 找中国协商 希望中国能够增过美国的国债 并且让人民币贬值 中国不想被美国缩割财务 所以断然季节 相对于美元的犯案 中国并没有随着美国疯狂印钞 另一方面 中国加快了数字货币的测试落地 主要的目标在制衡美元 媒体又指出 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 欧洲就成为美元的减羊毛的对象 美国此次的疯狂印钞 同样是让全球来承担美国印钞的获果 面对这样的情况 全球多国只能通过抛售美债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不满 抛售美债可以减少损失 美国国会以12月14日通过调高联邦政府的减债上限 将目前28.9兆美元的减债上限调高到31.4兆美元 调高的幅度是2.5兆美元 这个通过的法案已经送交拜登签署 并声称这个通过的法案可以避免前所未见的债务违约 并且支应政府直到2023年所惜的资金 美国政府明知 先前的疯狂印钞已经导致美元的泛滥 美国第三季的GDP成长率只有2% 但是通货膨胀率创近40年以来的新高 以债都得无以血上加霜 对此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先前警告说 如果不提高几债的上限 美国的国债就会违约 到时候短短几天内将有数百万的美国人 面临所夺劫机的窘境 政府将被迫无限期的持延支付重要的社会福利津贴 金响以及接近5000万老人领不到养老金 数百万养奈儿童税缩抵免的家庭可能也拿不回退税 而且美债的违约更可能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导致利率飙升 股价暴跌 媒体分析进一步指出 美国近市任的总统国债飙升很难永续 成为国势衰退的重要指标之一 联邦政府每年的财政收支 扩除各种固定的支出之后 已经入不服出 美国借钱度日 如同饮鸩止渴 以债滚债 越滚越穷 如果一个国家透过不断的印钞来解决各种危机 最直接的后果是经济泡沫越发膨胀 经济发展陷入更加恶性循环的状态 最后有可能刺破经济的泡沫 出现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 写村政签日前曾警示美国、日本等六个经济体 在未来的三年内可能出现金融危机 前一次的金融危机发生在2007年 该一次的金融危机导演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给亚洲一些国家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面对中国拥有更成功的经济 更具灵活的科技产业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潜力 中国是远比前苏联更为强大的对手 美国想要围堵中国 已经力不从心 无人为力 俄罗斯总统普丁以2021年12月21日指出 以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对视中 俄罗斯没有退让的遗地 普丁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我们家门口 除非西方国家放弃侵略的路线 否则俄罗斯将采取足够的金氏科技措施 对不友善的动作做出严厉的回应 普丁强烈的措施暗示可能会发生金氏上的冲突 普丁在年度的记者会上指责西方国家 制造乌克兰急事紧张 普丁的底线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业 并对记者说没有办法接受北业的东扩 目前俄罗斯持续动员后备兵力 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的十万大军 持续的进行战争演习 俄罗斯近日更发出一份 明知北业绝不可能接受的红线协议草案 要求北业如果以后要在前苏联的成年国住金 如波兰捷克等 必须要先经过莫斯科的同意 北业如果不遵守红线协议草案 将视为针对俄罗斯的加码敌意挑衅 正当北业各国在讨论这一份 故意不被接受的强硬草案的时候 俄罗斯在12月21日 以经济考量因素的理由 无意境的切断运往欧洲的天然气管线 导致已进入沿东用气高峰的 欧洲天然气格价格飙涨 甚至把要运往日本南韩的天然气船 开始掉头稀进 让人员现后市场价格飙涨 欧洲的经济乱成一团 俄罗斯的作为 等于是变相的先制裁北业 强力回应 欧美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警告 乌克兰就在俄罗斯的门口 普丁挖好另外一个阿乌汉战争财务陷阱 等着美国及北业成员国调 乌克兰问题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凹饭的问题 美国也很头疼 美国目前国内的财务状况很严重 连发放救济金都要靠挤债印钞材人发放 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 会不会导致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普丁笃定美国不敢冒这个风险 因此百该价是自在必得 俄罗斯的GDP相当于中国的广东省 媒体分析指出 如果美国容忍相对较弱的俄罗斯 强势控制主权国家乌克兰 此地远比俄罗斯强大的中国 将如何解读这个信号 感谢大家似乎